大家好 我是沈玉兰 一起来关心3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带来关心目前政治倒作插样之际 不过有民众就发现 有农民拿了个大石头堵住了排水系统 民众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排水 农水署捷安工作站就表示 不建议农民放置石头来饮水管盖 将会影响水流的流动 农民将石头丢进水沟 民众说因为他在路上看到阿伯 将机车挡在道路上 并发现农民搬了3颗石头直接丢在水沟内 民众认为就算有取水的需要 也必须用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用石头丢在水沟内 之后要取出是非常困难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吉安工作站经查GPS后确认位置是属于吉安一干6支10分的灌溉沟曲旁 被投放石头的水沟 工作站站长看到农民所放置在水沟内的石头 大致也能够了解这非常有可能是农民为了要提高排水系统的水位 而投扔石头进入 他这个的话这一看的话就是相公所他们做的 不然就是村里长或是议员代表他们申请做 按照政长是不正确的 他要来跟我们申请 因为每一个浸沟里面的话都不申请的话 他自己去挡的话 那会产生一个问题的话 他们不会说他们要用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放 然后用完以后他们不管 导致到最后我们的沟曲几乎都是石头 像有需要隔水引流到我们灌铁里面的话 他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我们申请的话我们帮他做个插销 然后他自己可以放个板 有用的时候要用泥水的时候他们就挡板 没用的时候就拿起来给下面用 那原则上这些农民只要我们跟他道德归欠以后 对不对我们帮他做他只要有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原则上帮他做他就不会再进党了 那排水沟取的话就不是你们能够放下来 这个是类似的没有 灌溉没有那个路側沟的没有 那个湘工所他们倒水排水 移水一些没有沟水的 这样是不正确的 这样这是不正确的 农天水律署花莲管理站也表示 农民若要饮水不需要提高排水沟内的水位 更不建议农民引排水沟水源来灌溉 使用石头或是木板燃水灌溉后 大只都会恢复原状 但是在排水沟内放置石头 有可能会阻碍排水情况 也影响到了排水的功能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导 有点黄色的水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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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